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顿了顿 我说 你可以杀了我或者把我身边人都给杀了也没关系 不过我手里这一支枪总会拉你们其中一个人垫背的 人灵脸色一变 讯语又冷笑说 哼 你想吓唬我 你可以试试 不如先把我旁边的这狐狸精杀了 你杀了他 你再看看 我说的话是不是假的 任灵不说话了 看了身边年长的女人一眼 那女人工具也没见过我这么不怕死的 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早就屈服了 他估计没想到我做起事情来会是破釜沉舟的性格 于是皱了皱眉 片刻之后 那年长的女人开口并且放下了枪说 不愧是鬼王的后人 人灵的墙已经从冯江一转移到我的身上 对那女人说 姑姑 不能放了他们 豆腐哪里忍得住啊 跳脚受到 笑娘们 你看你长得人模狗样的 说话怎么跟放屁一样呢 小心嫁不出去 我听他差点没吐血呀 心说豆腐呀豆腐 我这刚把局面稳住 你能不能机灵点啊 这时候扇什么鬼风啊 点什么火呀 果然 人灵估计是被惯坏了 哪有人敢这么骂他呀 一时间也不理我 眼中杀鸡一现 手中枪直挺挺就朝豆腐而去了 我根本来不及阻止 而那年长的女人也是个懂局势的 立刻大叫 不行 人灵 下来不把人命当回事 只是有权有势的人的通病 根本不将豆腐一条命看在眼里 眼见就要开枪 前后不过一两秒钟时间 哪里还阻止得了啊 我心脏瞬间漏掉板牌 若豆腐真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我就拼了老命 也得拉着两娘们去陪葬 这念头刚冒出来 人灵枪口才刚转移到位 正要抠动扳机之时 众人眼前却忽然闪过一道荧光 便听人灵惊呼了一声 紧接着又是砰的一声 那道荧光陷入木墙之中 恰恰击落人灵手中的墙 震得他手臂都颤抖了一下 定睛一看 却见那道荧光 赫然是一把亮层层的钢刀 刀约有三指宽 一尺长 深深深插入木砖之中 足见扔刀之人准头和力道 我虽然没看到是谁扔的 但一见这把刀已经猜出来着了 想必这出手相助的应该就是众人弹枝色变的吕素 一时间 几人不禁齐刷刷朝扔刀的方向看过去 果见一人 那人赫然站立在人灵一行人来时的通道口 这种时候脸上居然还挂着笑容 看起来让人觉得高深莫测的样子 豆腐一剑 惊了一下 侧头对我说 老朕不好啊 我以为我长得已经够帅 没想到这个人还要略胜一筹 你得看好孤大美女啊 别被这个人给勾打过去了 我说 瞎说 孤大美女是那种只看外表的肤浅女人们 豆腐咽了一下 点了点头说不是 随后又说 不对啊 可人家伸手也比你好啊 瞧人家那气度 出遍不惊 从容大气 现在咱们俩就像这过节后子一样 我真想揍他几拳 我发誓 我这绝不是嫉妒 说话间 吕肃直接静止走到钢刀前 拔出厂刀 一时竟无人敢阻止 只有逢鬼手洗道 吕老弟 你可算来了 吕肃此人长相 属于受小姑娘喜欢的类型 看起来成熟稳重 此刻人灵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 不愿而同地将枪口若有若无地对准吕肃 显然比起我们四人 他们对姓吕的 是更为忌惮 只听吕肃说 看来我来得还不算太晚 随后他看了我和豆腐一眼 说道 这两位想来就十位兄弟亲爱的帮手了 我拖大 两位可以叫我一声吕哥 言语间完全不将人灵两人放在眼里 我本来觉得 这人不免有些装腔作势 现在见他在两支枪下依旧面不改色 也不禁刮目相看 于是我说 吕老哥客气了 老哥好伸手啊 刚才多谢你相求 豆腐直言不讳 就说 你就是吕肃啊 果然跟传闻一样 是个人物 我斗博之佩服 不过 这两个娘们现在拿枪指着你呢 你能不能先想个办法解决他们 就别顾着耍帅了 小命要紧哪 吕肃原本还面带笑容 文言神色一愣 估计没见过说话这么不靠谱的人 忍不住摇里摇头 说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抓住 捆起来 然后一百遍一百遍 我心说还他妈一百遍 万年小处男 估计一遍都下不来 未免豆腐越扯越偏 我踹他一脚 示意他别多废话 事实上 现在情况除了多了个吕肃 我们并没有什么优势 但此刻 吕肃的态度似乎影响到众人 连豆腐和顾文敏神色都松了下来 这大概就是一种个人感染力吧 我总算有些明白 为什么冯鬼手会说 吕肃之人很会来事了 我还是属于比较清醒的 并没有被吕肃影响到 于是打断了豆腐 想看看这吕肃 接下来会做什么 豆腐说完 任灵一张漂亮的小脸都扭曲了 却见吕肃微微点了点头 对豆腐说 嗯 好主意 不过恐怕你不能入院了 我相信你不会对这两具尸体感兴趣的 别说任灵和他姑姑 就连我也忍不住心中震惊 心说这人究竟是真牛逼 还是吹牛皮呀 现在被两支枪抵着 居然还敢说这种话 那年长的女人神情大变 怒叨 姓吕她 别太把自己当个儿聪了 说话间竟然要开枪 显然是准备先下手为枪了 谁知她话音刚落 枪口才刚刚瞄准 吕肃整个人已经纵身一跃 只听嘣的一声枪响 那一声枪响 她空了 紧接着下一秒 吕肃已经落在那女人身后 一把钢刀架在她脖子上 反手夺过她手中的枪 随后扔给豆腐 笑道 接着 这一切几乎在瞬间完成 动作虽然简单 但这种反应力却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我伸手也不赖 但是比起吕肃 却差太远了 我只是个普通人 充其量体力较好 比一般人强上一些 但吕肃这身手 一看就是经过某些专业训练的 她一出手 就让我想到了特种兵 短短瞬间 那女人便被夺了墙 整个局面煞时间扭转了 人美女平日里 估计也仗着背景作威作福 哪里见过这掌面呢 脸上已经露出慌张的神情 这时 便听吕肃不紧不慢地说 怎么 你还对着你亲鼓鼓开枪门 任灵怒道 放开她 豆腐扬眉吐气 拿枪指着任灵就说 笑丫头骗子 当初将杜爷爷绑在树上 玩得很爽是不是 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 还不放下枪束手就擒 如今 我们两支枪对着她 而她公骨又在吕肃手中 即便朝吕肃开枪 也很可能会误伤的 明显是大势已驱 人灵脑瓜子还是很聪明的 很快就认清了形势 举枪的手垂下 拨了拨耳边的碎发 淡淡地说 我认在 不过吕肃 你今天要是杀了我们 你知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吕肃笑了笑 没答话 而是说 麻烦把你手里的枪 交给这位美女 他用眼神示意了一下顾文敏 顾文敏顿时显得很惊讶 人灵当然心不甘情不愿的 半赏都没动作 直到那年长女人出生 给她吧 人灵这才将手枪扔给顾文敏 豆腐一见 神情有些纠结 压低生眼对我说 这姓吕的可真会收买人心啊 我总觉得有些不妙 你媳妇要被枪走了 我看了看正拿着手枪 有些惊愣的顾文敏就说 是你的跑不了 不是你的 刘志有什么意思呀 别瞎给我按对象 我和小顾是清白的 这姓吕的确实好手段呢 怎么 你也想换个兄弟 豆腐压低生意 哪能啊 我能被一支枪就收买吗 再说了 我已经被你踹习惯了 你一天不踹我 我难受 你还能再无耻一点 我和豆腐随意瞎扯着 目光紧紧盯着 人灵两人的举动 有吕素在 俨然已经没我们什么事了 随着人灵将枪一丢 危机彻底解除 吕素也不多话 招手让冯鬼手 给他扔了一根绳子 将年长的女人和人灵 一起捆了起来 您刚才听到的是 盗墓首扎 下集更精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